三只小鸭 作者 中兴国小 陈希元 有一只鸭妈妈生了三只小鸭 大姐每天都戴着水蓝色的大帽子 二姐最喜欢又大又蓬的 红色蝴蝶结了 所以每天早上 头上一定要戴她精心挑选的样式 小妹咪咪有一个很棒的生日礼物 是一个可爱又精致的绒毛包包 她不管到哪里都要背着她 某一天鸭妈妈说 你们长大了要出去自己盖房子 大家都大吃一亲 一番讨论后 姐妹三人都开心地出门了 在路上每每看到一棵大树 心想这棵大树可以做成木房子 于是妹妹把她砍下来 做成一个漂亮的房子 佳佳看到很多糖果 于是她盖了一棵糖果屋 妹妹看到了一大堆的石头 就把它盖成一棵石屋 从此以后三只小鸭都过着幸福的日子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台直播的RTI News 我是陈希元 进行一个怎样的动作 做一个什么的部分 你也曾经这么脱口而出吗 你是否患了语言癌 国家广播电台央广将于2015年寒假期间 推出结合听说读话的有声会本文工厂斗令营 专为国小学童根据语言癌病源的药方 补充语言营养 增强对醉质和不同文法的抵抗力